前特首梁振英創立的803基金 就屋遇處未有對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遇所 地庫停車位的懷疑僭建執法 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被告等法院駁輩 法官周家明班下書面判詞 說803基金在事件當中沒有充分離開關係 沒有資格提出司法覆核 對於申請方說當局不合理地延遲執法 判詞說本港有大量涉及僭建 或者未經授權改建的個案 但屋遇處資源有限 不認為當局按優適採取執法行動是不合理 屋遇處認為涉案僭建物沒有明顯危機 因而暫緩執法 法官不認為屋遇處沒有正確跟從政責處理 經考慮之後駁回申請